如今在大街上看见一台自动贩卖机 或许你根本不会感到好奇 毕竟随处可见 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但是卖汽车的自动贩卖机你见过吗 日前新加坡二手车厂ABM公司 在去年12月建造了一栋高达15层 可容纳60辆汽车的自动贩卖机 除了获得世界最大汽车自动贩卖机的每城之外 吸引人眼球的功效也绝对是杠杠的 这栋贩卖大楼除了自动管理系统相当新颖 停放在大楼中的车辆也是相当壮观 什么宝马 奔驰 奥迪 保时捷等品牌都只能算是基本 像宾利 兰门基尼 法拉利这样的奢侈跑车也是应有应有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1977年法拉利Denor GT4 1973年宝马3.0 CS等等这样的经典老车 据了解 此套汽车自动贩卖机使用也是极为简单 顾客通过大厅内的触控显示屏 进行检索操作 选定车辆过后 仅仅只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 便可以提到现车 而在办取手续后 更是可以直接开车走人 而目前全球不少房地产开发商慕名而来 向ABM公司询问此套自动化管理系统的技术授权 希望能将其应用到自家大楼停车场当中 有消息称 该套自动化管理系统 预计将引进我国 以帮助部分人口众多的城市 舒缓停车压力 但是我说句实话 别人好不容易整个汽车自动贩卖机出来 却会被这群有钱人 活成终掰弯成停车场 其怨念几何 完全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